她是西班牙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奠基人 当之无愧的一代民军 但她却挽截不保 频频传出绯闻 明面上娶了希腊公主为妻 背地里却勾搭上了德国王妃 还多次在公开场合 骚扰英国的戴安娜王妃 据不完全统计 她一生拥有过1500名女人 将爱的种子洒满了全世界 三天两头就有私生子上门认亲 正因如此 4600万西班牙人对她又爱又恨 有人对她爱戴至极 也有人恨不得把她赶出西班牙 她到底欠下了多少情债 丑闻禅宣的她现在又该何去何从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这位 前任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 1936年到1939年 对西班牙往事而言 绝不是个好年份 在军人弗朗哥的带领下 西班牙爆发了长达三年的内战 波旁王朝的末代国王阿芳索十三世 被迫交出手中的权力 带着一家人流亡海外 当他们流亡到意大利罗马时 胡安出生了 可国内的局势并不允许 他们一家安顿下来 只能带着年幼的胡安 继续四处漂泊 正因如此 他虽然是天皇贵胄 但很没有安全感 一直渴望找到个安稳的港湾 内战中 弗朗哥作为胜利者 登上了西班牙的权力巅峰 但他是个极为教条的人 所以在他看来 自己推翻的只是无能的国王 西班牙最终 还是应该归还到王室手中 所以在他的提议下 十岁的胡安被独自接回了祖国 接受弗朗哥的教育 幸运的是 弗朗哥并不是想玩什么 邪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 甚至将他视如己出 所以他回国后算是有惊无险 享受的也都是精英教育 就这样 胡安如履薄冰的过了21年 直到1975年 弗朗哥去世 胡安也顺利躺赢 成为了西班牙国王 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 胡安作为弗朗哥的指定继承人 势必会继承他的衣钵 成为新的独裁者 但或许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 胡安更想做人民的国王 因此在登基后 他用了三年的时间 硬生生将西班牙 改制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让国家平稳而顺利的 从独裁过渡到了民主 这一过程 堪称20世纪的政治奇迹 光凭这一功绩 他就足以被封为一代明君 但或许是人无完人 胡安虽然爱民如子 但有时候却爱得过于投入 时常发生一些超出礼法的举动 沉浸是亲民了 属于是 他是西班牙的一代明君 被国民爱戴了整整40年 如今却因私生活混乱 晚节不保 身败名裂 被迫传位给儿子后流亡海外 这个人就是前任西班牙国王 胡安 别看胡安现在头发稀疏 老太隆忠 他年轻时也是个相貌不凡的帅小伙 24岁就凭借着一张帅脸 还俘获了希腊公主索菲亚的放心 当时索菲亚公主是希腊王位的 第一顺位继承人 但他为了嫁给胡安 竟然主动放弃了近在咫尺的王位 千里迢迢地追到了西班牙 有这样一个为自己奋不顾身的女人 当自己的妻子 相信无论是哪个男人都会动心的 但胡安却是个异类 他在娶了索菲亚之后 依旧风流成性 四处雾色年轻貌美的女子 将爱的种子撒满了全世界 曾有西班牙媒体爆料 胡安一生和1500多名女子 发生过不正当的关系 而且他本人并不愿意做安全措施 所以留下了许多私生子 三不五时就会有陌生人找上门来认亲 但最让人无语的是 胡安本人都不知道 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的 而在胡安的众多红颜知己中 还有一位重量级选手 那就是前德国王妃柯琳娜 为了更方便交流感情 胡安还把她接到了王宫里居住 也有记者好奇地问胡安 为什么不顾索菲亚的感情 把柯琳娜接入宫中 而胡安的答案则尽显渣男本质 他告诉记者 索菲亚很适合当西班牙人民的王后 但柯琳娜是我的知音和精神伴侣 她是我自己的王后 不过 这所谓的自己的王后 其实地位也没有多高 胡安始终改不了她放荡不羁的本性 甚至还对英国的戴安娜王妃产生过想法 同为欧洲王室 两家人见面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而胡安就经常在公共场合 找戴安娜王妃聊人生聊理想 全然不顾坐在一旁的查尔斯王子 不过西班牙人自然不可能允许 自己的国王一直这么荒唐下去 很快 胡安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胡安是西班牙历史上 第一位被劝退的国王 说他恶贯满盈也毫不为过 那么 除了私生活混乱 四处播种之外 他还犯过哪些错呢 2014年 上万西班牙人走上马德里街头 集体要求让胡安下台 传位给儿子费力配 抗议最激烈的时候 甚至有人喊出要取缔西班牙王室的口号 西班牙王室手中的权力并不大 所以胡安只能顺应民意乖乖下台 不过退位只是惩罚的第一步 他犯下的错实在是太多了 很快就有相关部门调查出 胡安在任期间涉嫌洗钱 还贪污了大量供款 消息曝光后 刚刚上任的费力配六世 为了不引火烧身 赶紧和老父亲划清了界限 还宣布 西班牙王室将停止给胡安发放养老金 闹到这个地步 胡安也知道 自己在这儿是待不下去了 只好离开了西班牙 重新过上了四处流亡的生活 可胡安的离去 并没能安抚下愤怒的西班牙人民 在那段时间里 西班牙王室可以说是大傻将亲 上到国王王后 下到司机庸人 都过得战战兢兢 如履搏冰 索性 之后出生的长公主莱昂诺尔 安抚了动荡的局势 费力配六世见机 立刻把莱昂诺尔 立为未来的女王 这才保住了西班牙王室 目前看来 西班牙王室已经重新走上了正轨 国王费力配六世守成有余 长公主莱昂诺尔未来可期 前途还是比较光明的 也不知道远在海外的胡安看到这一幕 心里会不会有些安慰 纵观她的一生 虽然开局并不顺利 但上天还是给了她机会 让她能够有机会成为一代明君的 可惜她自己不懂得把握 被自己的欲望给击败了 这才又落了个再次流亡的下场 不得不说 真是天道好轮回 报应不爽 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你认为胡安是明君还是昏君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制作不易 喜欢的朋友也别忘了关注 点赞 转发 三连一下 一起了解更多国外大佬的传奇故事 感谢观看